然后我们故事继续,最好是连续听下来,有连贯性的 当通了这些之后,台湾叫送进自然宫 最早先我们有唐山我们本地武术节表演 以及穿李小龙衣服的前后几集进宫动宫的讲解 自己去前面翻 随了这个之后呢,后来又遇到一个道友 说开了你这个口窍,所谓这个窍呢 就是指的什么仙语啊,上方语啊,宇宙语啊,怎么说都对 然后同样的道理,他只是让你夸张的用嘴巴去吐出这口气 你想说什么,让他说什么,随着他 有的时候是口令,其实就是咒 这是自然的一种,当你更敏感的时候 可能你就懂他的意思了 当然更多的可能还需要别人去翻译 这个同时呢,不仅自己身体能练 同时也能给别人去治病 一开始也是吐字不清 然后,这个后来就练一练就习惯了 他就自然说出来,当然我们气弱呢 可能练的时候,这个声口意啊,多半是 这个口这一方面是不发音的 但是像练武术一样,有的时候 比如说横喊二气收的时候 这个出来,这个就感觉练着很带劲 所以呢,这个都是修持的办法 然后,这是身,口,意指的就是意念 手这个翘啊,或者像西方那种所谓冥想 有一个医通,评鉴,也可以那样来修 但是多半是不动意的,那是主观的 那就非自然了 像我们正常,普通,比如说打太极啊 说这个陈氏,阳氏啊,什么 那其实都是他自己的事 不是那个定氏适合你的,是他自己的 他是身体带动了你的元气在走 而他本人创造者,他可能是 还是推动了你 因为每个人身体,这个情况 高矮胖瘦,男女老少都不一样 所以就不尽然 你还是修这个,这叫文火 你如果动意呢,提前去守这个翘呢 那叫五火,可能会快 但是他不是够自然 那就叫适动了,提前再动了 易动适动 所以呢,由此我们这个身口意啊 包括这些手印呢,这个咒啊 都是同样道理,也就通了 那剩下的就是你慢慢去练了 那你比如说你要是动意的话 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你听着这个罪拳呢,你就意在罪 啊,就自然而然沉醉 那就不动 如果你主动的,我意在罪 我就想打这个,那也能打 啊,那就反正反自然了 啊,但是就是为了观赏性呢 有时候也要烧带一下 嗯,后来我们又有很多事情 嗯,跟这个师姐她交涉过程当中啊 啊,她这个梦里呢 就会,呃,带你去玩 嗯,一开始呢 就是领着你这个,出去了 啊,这个这个,神魂呢 然后第一次,平时本来是 呃,觉得很男子汉,很,没有什么 呃,都不当回事的 但是到那个时候,梦境那才是真的 你第一次体验那个的时候 你是受不住的 所以说呢,呃,他跑去前面这个学校里面去玩 然后过这个马路啊,你就感觉有一层屏障 啊,他是飞过去了,啊,然后一看 那梦里也发现不对劲 你想过去,但是心里还是有点忌惮 所以这一摸啊,手就感觉这有一层屏障 仿佛到了另一个空间 那么,这一出,啊,是,所谓出体 但是,后来呢,还有这个,其他的经历 我们这些可以说不完了 然后继续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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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到那边 然后再来 然后再来